音乐 有一种人很愚昧 缺少智慧 但是也有机会来接触佛法 可是你只要教他一点点的道理 他也听不懂 或者你就教他前面已经教了三个道理 他学第四个道理 前面三个就忘掉了 所以常常我们在说学佛修行 根气智慧要好一点 学得比较快 他会强记不忘 告诉你就是要持戒 再来要发心 再来要积之进账 再来要如何如何这些要点 你一教他不但记住 而且修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修在自己的身口意上面 变成他的生命 这根气就高 教你一把一忘掉 教你二又忘掉 非常的愚痴 非常的这个就是 智慧短浅 这个历史上 佛陀的弟子 周立盘陀且就有这个问题 但是这样的人 经过善知识的引导 自己慢慢发心修行 事实证明 周立盘陀且最后也正阿罗汉果了 佛陀教他扫地念扫除成垢 他念扫除就忘掉成垢 念成垢就想不起来扫除 智慧这么差 最后慢慢移倒 他出家持之以恒 也正阿罗汉了 那他是什么恶业因果呢 过去生引法 把佛法隐藏起来 过去生他是一位精通三藏的大法师 但是知道佛法这么好 自己辛苦修行 才有这样的程度 吝啬给人说佛法 不想弘法 所以把佛法引在自己的相须内 来世 现前当来投胎了 变成一个愚昧无知的人 都是有报应 你看过去三藏法师 今生也愚昧无知 你看不是学佛就没有因果报应 学佛一样难逃因果报应 学佛的优势在哪里 学佛的人就懂得造善因的善果 不造恶业因缘 就不会有恶业果报 这是学佛的人 最大的优势也是学佛的人的智慧 卸待善满的人 偶尔有学佛的念头 但是由于太懒散了 常常你邀他来学佛修行 他就说今天太忙了 今天没有时间 我家的碗还没洗 像大海一样 我家的衣服像高山一样 都没有人洗 我哪有办法去 像这样借口理由一堆 没有办法 他说哪里有办法修改天 像这样子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学佛修行是在生命中 每一个当下 生命有机会听闻正法 有机会修学正法 你就不可以错过 像有的人 就算你已经来皈依佛门 成为佛弟子 每天早晚定课 不做 上供下施不休 对不对 上供诸佛菩萨 下施啊 六道有情 下施起码做焉供 或者很多的施始法 你就是不做 不休善供下施 如何积聚福德呢 如何广结善缘呢 所以像这样的人 就是修学啊 多年下来啊 那个他的家庭佛堂上面 都有蜘蛛网啊 都有很厚的灰尘 所以就真的是 不知道在修什么行 再来呢 就是说 对冤亲寨主 解冤世节 像我们到场讲 要做专案 针对性的 跟冤亲寨主 解冤世节 不努力 不相信 七支共战就讲啊 罪圣三宝我归一 一切罪业皆忏悔 你进入佛门 归一三宝以后 开始要忏悔一切的业障 龙树菩萨 十方共主啊 一生修忏悔行 你看看 我们的根器 有比龙树菩萨好吗 人家多积极努力的 修忏悔 阿底侠尊者在老年的时候 因为啊 就轻慢过成就者 度母视线 要他用那个叉叉 做小佛塔 他这个老年的时候 年老历衰 每天晚上去 用泥巴呀 用这个法药来做佛塔 你看看 用这样来忏悔业障 我们这个同修 在专案回向 爱做不做 没有办法 你这么喜欢 跟原情在主在一起啊 你这么喜欢跟他共处啊 那你恐怕 你也没有那个能耐 约亲在主 常常在你家里 常常在你身边 甚至在你身上 不是生病 就是精神有问题 千万不能小看 所以既然已经学佛修行 不要当儿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